已经到了塔佩门了 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好热闹啊 我天啊 这个比我想象当中的 要热闹很多 因为我看到了 他们泰国人 穿着那种特色 民族的那种服装 看起来有一点像 要进行一个那种 泰国广场舞的表演 我带你们来感受一下 在泰国 有两个你不能不知道的节日 一个是泼水节 另外一个就是水灯节了 其实水灯节 也是泰国的情人节 所有的情侣们 都会在这一天 去自己制作水灯 并且把它放入到河里 祈祷白头到老 幸福永远 水灯节气氛 最热闹的两个地方 莫过于兰娜发源地 苏可泰 和我现在所在的 青麦塔佩门 你不见那个队伍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的塔佩门 热闹非凡 将会上演一出 泰式万人蜡烛 起伏一世 每一个水晶晶的泰国小姐姐 都身着只有在过年 才会穿上的泰式服装 头上戴上花环 画上最精致的妆 手上捧着自己制作的水灯 或者是蜡烛 作为一个第一次参加水灯节的我来说 看到这个场景 还是相当兴奋的 嗨 你好 嗨 他们全都穿着这种泰国的民族服饰 然后今天晚上可能要进行一个 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水灯节的庆祝的表演 我真的很期待了 不难看出这些阿姨们一定是身经百战 表现得相当淡定 在镜头面前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 泰国欢迎你的友好气息 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欢乐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左右 如果到了晚上 当月球亮起了光芒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人们都说 泰国的夏天永不停歇 我看啊 应该改成 泰国的浪漫永远在线 浪漫的泰国人 竟然把一颗大月球布置在了这儿 很有咱们中国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捐的那个味儿了 如果要我说 泰国人最喜欢的娱乐项目是什么 那一定就是拍照 拍照 还是拍照 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他们一定先是掏出手机 只要手机还有电 姿势绝对 整个青麦门会有不同颜色的灯笼被装扮起来 你们一起看一下 现在我头上面这个灯笼的颜色 配色真的太让人喜欢了 你看 它是这种天蓝色 还有这种大红色的那种搭配 有没有 就是 简单当中要透露着一种那种清雅淡雅的高级感 哇 点赞点赞 在青麦水灯节的这一个月 整个城市都会被眼前的这种灯笼所装饰 颜色搭配美学 被泰国人玩得非常顺手 整个城市的饱和度暴增 如果你要是穿得不鲜艳一点 都不好意思走到人群拍照 所以呢 这个整个的那个光影的效果 还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显 但是节日气氛已经非常非常的浓厚了 现在我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开幕式的主会场 我觉得你们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 它就是在每一次大家来到青麦的时候 那个很多歌词的这个广场上边 你看看 现场有好多好多的人 但是现在活动还没有开始 如果按照泰国人的时间观念的话 说是六点钟开始 我觉得六点半开始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在泰语当中有一个词你一定要学会 就叫做宅艳艳 就是啊 凡事慢慢来 这也是泰国人主要的一个性格 凡事都不要那么紧张它 据我现在所观察到的 就是现场的欧美的这种游客会比较多一些 咱们中国人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活动主办方为游客准备了很多椅子 不需要买票 更不需要提前预约 找到位置 随时就坐 不想看了 抬屁股就走 这个是我第一次在泰国过水灯节 在我刚刚来泰国的时候呢 那天是水灯节刚刚结束 所以我只是赶到了一个水灯节的末尾 但是今年的水灯节 我是从第一天就开始参与进去 哇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动了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曾经静谧的这一座小城开始人潮涌动 这些随时准备待命的泰国水晶晶们开始行动了 他们身着不同颜色的服装 代表着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地区 每个人都非常享受在这一场盛会当中 毕竟这也是泰国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之一 即使阿姨都已经上了岁数 但是在泰国情人节的加持之下 个个也都化身成了娇羞的小姑娘 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游客 也都拿出了手机拍了又拍 可能确实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了吧 他们现在已经全部都排着队的水灯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往青麦的古城里边走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我好想跟他们一起走呀 这个路上边全部都是这种卖水灯的餐位 你看这个水灯的话才50泰铢也就是10泰铢 然后这些都是在现场的坐水灯 人前这个热情的阿姨嘴里一直在介绍着 为什么要买水灯 大概的意思就是河水养育了我们 但是我们又从来没有对河流说过感谢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买一个水灯 点上蜡烛 放到河水中感谢河流的养育 当然还有一个当地的小习俗 就是可以把头发剪了 放到水灯里 让水灯带走你所有的忧愁 现在我可没空买 快去看一看队伍这是走到哪儿去了 这些应该全部都是一些中学生 然后他们就过来表演 你看他们全部都是穿个校服的 刚一放学就背着书包开始上中 人家好像是一边玩着 一边就把活给干了 撒拜撒拜 这个放松的心态还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来到青麦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可能是我见过青麦古城最热闹的一天 全城的游客都涌入到了青麦古城共襄盛举 围观水灯节的这些情况 我觉得前面的站的四倍应该全都是 但是选不来的水灯节的 像什么King和Queen吧 我们等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现在终于开始走了 前面领头的就是手持泰国图腾的银行员 而后边就是青麦社会各界的代表 毕竟这一天也是泰国的法定假日 大家全都换上民俗服饰 一起祈福 跟着走了整整十分钟 被眼前的这一个要笑成花的小姐姐吸引了 此时无忧无虑的她可真是让人羡慕啊 能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全部都点了 很整齐地拿来那个水灯 但是这个整个的音乐搭配起来的话 稍微觉得有一点点的特别的感觉 说他们这个队伍怎么是走走停停的 这古城的路没有被封起来啊 车还是正常行驶的 走到一半的时候 如果他是过马路的话 他们还在等 等着红利灯然后再过马路 他跟着走 这位大哥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点亮墙上的蜡烛 但凑近一看 这不就是我们赫盛的红牛玻璃瓶吗 我现在有一点骑虎难下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 跟他们走了很远很远很远了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要不去哪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已经到了这个青麦的市政府的大门口 然后这个就是三王广场 全都点上了手上的蜡烛 我说句实话 我跟着这一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累 我真的看到他们坐到地上边 我也觉得想坐到地上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穿了一个 我今天这个鞋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脚特别在那边累 所以我此刻 我也坐到地上边休息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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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市长 好像是青麦市长 那是哪 随着主会场中心蜡烛被点亮 整场活动也拉开了序幕 泰国水灯节就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所以在活动开始的第一项 然后在之后的日子能够风调雨顺 能够国泰民安 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现在呢 他们每一个人的手里边 全部都是有这样的蜡烛的 等一下呢 他们就会点亮他们手里边的这些蜡烛 然后共同来为泰国清迈祈福 我们下期待的蜡烛 每一个人的动作 都是让人看着特别特别舒服 就是很柔软 很平和 能感受到那种非常非常静谧的那种感觉 这些在现场表演的铃当中 有的是刚刚四岁的小姑娘 有的已经到了六七十岁 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很早就进行了报名 参与到了这场万人蜡烛起伏仪式 当上万根蜡烛同时被点燃 搭配上闪烁的灯光 整个经脉古城好似是天上蓝星降落人间 这个小男生 我一直在观察他 我觉得他特别像我小的时候 就是那种在舞台上面很认真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他现在非常享受在那个状态当中 不管是他的首饰还是他的这个表情 都特别特别的到位 哇 我觉得他们都太厉害了 你要说这个世界上今天哪个地方最浪漫 我觉得就是在清迈的这个位置 哇 好棒